今天的書院程序呢,我們其實基本上就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事先做一個監督的動作 讓行政院能夠重新檢視他們讓這個核二運轉的這個處分呢 是不是應該要繼續呢 還是是不是他有很多的一個缺失需要去改善 甚至呢是要停止 核二的這個危機非常的簡單 小孩子都容易懂 晚上床邊的故事我就跟孩子說 那個核電魔鬼的籠子破掉了有裂縫 我們就不應該讓核電魔鬼在籠子裡面跑來跑去去發電 而應該要停起來 但是我們的政府卻是一直說這個籠子很安全 這個核電魔鬼在裡面跑來跑去發電沒有問題 還可以跑18個月 這是有這是不對的 一手已經3、5年了,二手、3、2、3、2、9年了 已經先前國家2、5年、30年就在家裡了 這都沒有了 每年都有機械的故事 明年以前發電機械 那幾年路西就七雞 他現在也不是要繼續發電機械的就是老花 總統就幾年他車子就要換 什麼原因 他就安全了 他就要換車 總統有卸名,我們人也沒有卸名 台灣不是我有那個本情來發生這個事 發生這個事後,五十公里反過來都不能擔心 這些人跟新町 從台北市、基隆市、桃圍縣市 這些人要走到南部怎麼走 那時候交通那年了 我告訴你 五十五、六禮拜 每天都是他車子,沒辦法走就走不走 那在去年的三月 環境法律人協會 台北律師公會 基隆律師公會 台灣法學會 就是一些法律的團體 事實上也發起一個法律界要求 實現非核家園的共同聲明 那事實上我們法律人也跟所有的台灣民眾一樣 我們都是很關心台灣的核安問題 那今天在核二廠一號機 事實上他是民國六十二年就已經開始蓋了 新建已經將近四十年 那他在民國七十年的時候 商轉運轉到現在也超過了三十年 是一個非常老舊的機組 那過去也曾經發生過很多 那個設備老化的問題 那最令人擔心的是 在去年六月圓能會的一份報告講到 他的緊急海水棒是設在地下室 比預期的海嘯高度還要低 然後他們圓能會自己的報告都說 在這個海嘯來的時候 有可能是沒有辦法符合安全停機的規定 那這我們就一個法律人來看 我們是覺得很恐怖的 你可能沒有辦法符合安全停機的規定 然後你還讓他繼續運轉 威脅大家的安全 那而今年三月第二十二次大休的時候 新聞也有報作很多 包括說他的矛定螺栓大量的斷裂 然後如心側板裂開來這些問題 那相關的專家也非常多的質疑 那我們認為說在這些質疑沒有被釐清之前 就這樣草率的重啟 就同意他進入臨界跟機組並聯 我們認為是有違法的問題 那更何況他的程序上 也有非常嚴重的瑕疵 依照行政程序法108條 一個行政處分如果曾經經過聽證 他必須斟酌全聽證的意志 那以核二廠來講 他聽證程序大家都知道 當天是沒有開完的 程序沒有開完 當然無從去斟酌全部的聽證意志 那我們認為在聽證程序沒有完成之前 就草率的同意重啟 這件事是行政程序是明顯有瑕疵的 原人會的合研所 他本身承包了這一次的 螺旋斷列的一些相關的分析工作 但是他們裡面的委員 有兩位來自合研所的委員 又來審查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這是明顯違反利益迴避的原則 那因為這樣 在我們法律人 就有來自環境法律人協會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 三個環境法律團體的義務律師 有九位義務律師 就是我們一起來協助九個公民 大家一起來提起訴願 那將來如果說訴願 我們有可能會繼續提起行政訴訟 那我們是非常的希望 行政院能趕快發揮一個 依法行政的效果 監督的效果 然後要求特效員 能獲得這兩個違法的行政處分 謝謝 我身上背的是一個甜蜜的負荷 大家從小就念這個書 知道孩子是我們甜蜜的負荷 但是核電廠卻反過來 變成孩子來承擔我們 變成我們製造的問題 讓孩子來承擔 這是非常不對的 現在核二廠啟動的狀況 它在暗 它就是製造我們的問題 就是讓小孩子來負擔我們的成本 我們要反核 我們要為我們下一代反核 要把on變成no 這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 我們的世界應該以小孩子為中心來運轉 而不是以核電來運轉 那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倒數計時三個月 看行政院怎麼樣回復 那行政院如果說國會的話 基本上我們當然就是進行下一步 我們就訴訟